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马上从卫星云图 带你来关心明天各地的天气状况 从卫星云图上 你可以看到在台湾北方这一大片的封面云带 从华州地区不断延伸到了日本跟韩国 这些地区现在的天气 就像是台湾的梅雨季一样 雨是容易会造成道路积水 或者是影响交通 所以提醒有要前往这些地区旅游 或是洽工的民众 一定要随时留意航班上的讯息 另外在台湾附近 今天一样万里无云 明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笼罩之下 而且气势还会再增强 所以明天各地的紫外线指数 都可以来到危险等级 提醒民众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 才不会晒伤 那么在南部地区 清晨受到海风跟陆风 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之下 容易会有零星的短暂降雨 但是在宜兰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午后受到热对流影响 容易会有大雨或是雷雨发生 提醒民众外出记得要攜带雨 会比较保险 而且最近真的热到像要被烤熟一样 明天气温还会再更热吗 我们马上从地面天气图 带你来关心各地的气温状况 从地面天气图上 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风面 明天风向持续吹西南风 所以明天白天各地的高温 都可以来到32度以上 尤其在台北市地区 明天的最高温更可以飙到36度以上 提醒民众天气热一定要多补充水分 才不会中暑 注意更详细的天气资讯 就带你来看山海气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动物节快到了 虽然不是我们原住民传统碎石机 但是族人也会应景举办活动 很多地方都在加紧练习龙舟赛 提醒民众最近的气温会越来越热 太阳也非常毒辣 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 多补充水分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气象预报